来关注一下中美之间的科技战 现在华为的5G新基地台说去美化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黑科技独步全球 因为看到华为的广告文案当中讲说 这个5瓦超低耗电的 只能点亮一小盏节能灯吗 不 它还可以点燃一个5G基地台 所以这5G基地台它支援99%的深度睡眠 然后只需要唤醒毫秒级的关段 所以看起来这算是一个科技业的创举 可以解决掉5G设备本来比较耗电的问题 现在只要一个灯泡的这种5瓦的超低功率 就可以达成5G基地台的电量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西方 这个是不是封杀都没有效果 因为华为的Mate60 它现在到底是搭载什么样的晶片呢 日本的电子研究公司 它就拆解了华为之后发现说 这个麒麟9000S 是透过中芯14奈米的制程来制造的 在经过一些特殊的技术处理之后 所以它这个晶片的性能 就可以逼近7奈米的处理器了 所以原来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达成到它可以完成像7奈米处理器 处理一样的这种功能 那我们另外来看一下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他们现在旅游局也跟华为来联手打造 数位旅游的一个新体验 所以也是看中现在有这个5G的技术 所以现在沙烏地阿拉伯 当然是选择跟华为来合作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雷蒙多 他的一个讲法 是不是因为这一次 一直不断被大家披图说为华为代言 让雷蒙多觉得颜面无光 他又说像种种有关华为晶片的技术 取得的报道令人非常的不安 所以商务部需要更多的方法来落实 对于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 但是这样的管制有办法吗 我们来看到这个英国这边 一个英国俱乐部主席史立芬他就讲说 现在这个美国很着急 因为看到华为突破了这样子的一个限制 所以像疯了一般 我们来听一下 所以不断地这样提出这个晶片战 在大陆的学者来看 他说美国想要在台海落下星幕 就不光是黑幕 他们现在是针对芯片 那就是我们台湾讲的晶片 想要落下这样的心目 把新冷战带给中国大陆吗 那其实这个新的遏制政策 就是一种新冷战的战略核心内容 包含了科技战 贸易战 数位战 市场战 还有意识形态战 落下这样的心目 也反映出台湾的问题的复杂性 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新特点 所以白宫也向北京打招呼 就是说接下来很快 这一个新版的芯片 跟制造设备的出口禁令 很快就会公布了 这是路透社引述 美国官员的一个讲法 所以大概会在10月上半个月 10月初 就会公布新的一个禁令 分析师指出这个新的禁令 可能也会使得 中国大陆的本土晶片产业 更加的艰难 再加上如果现在中国大陆本土 一直美国在讲说 他们好像有经济下滑的一些风险 所以他们讲说 可能连筹措资金 都会面临到巨大的挑战 感觉上面又在持续在唱衰中国大陆 但是德国的媒体的看法不一样 他们认为说 这个芯片之争 中国一直在巧妙出牌 这个是新苏黎世报的一个评论 他们说其实美国这个芯片冲突 中国倒是精打细算 在长远来看 可能还不够 在这个芯片领域 其实美国实施新制裁 反倒北京没有愤怒的拍桌子 倒是深思熟虑巧妙的出牌 所以他觉得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对战当中 中国大陆反而是很冷静 在出牌在应对的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十一长假 除了我们讲到了说 这些华为的手机的 这个销售量非常之好之外 其实很多人 原本是要去看华为手机的 结果到了华为门市的时候 变成去看车了 就说其实原本是要来看Mate60 但是后来也被车吸引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十一长假 很多的人去看车 连试驾都要提前预约 这个排队排得很长 那另外我们看看 这个全球现在电动车的市场 中国大陆已经市占超过了一半 那比亚迪现在已经要上了 全球的电动车龙头 倒是Tesla在今年这Q3 就第三季数据公布 有一点惨了 已经感觉上面好像 这个被比亚迪给碾压 那现在看起来比亚迪只差三千多辆 有望超车Tesla 夺下2023全球纯电动车销售王的宝座 那所以现在欧盟就很着急 就一直说你是不是有补贴 就一直在做一些反补贴的调查 那中国这个机电商会就批评说 你根本是在扰乱市场 你都没有证据 然后你根本严重在损害权益 那所以现在加拿大自己 不不意大利自己 就已经开始研议说 有一些奖励的计划 要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国产车 来应对这一场竞争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杨老师 我觉得华为在9月20号的时候 孟晚舟她的一个演讲中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叫做全面智慧化 AI or intelligence 就不是一般我们讲的人工智能 那全面智慧化的意思 其实是指在从这个互联网 互联网到万物互联 然后所有的这些相关都连结 这个变成加强人工智能的 全面整合 以前我们的网络这个叫互联网 那现在物联网就是所有的这些 有电子标志的你说汽车也好 家庭也好 监视器也好 或者是手表也好 其实都可以连结 那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是 那你这个连结就是5G 才做得到这样子的连结 而这里面的就是叫做 入门的设施 入门网络的设施 还有核心网络设施的设备 你要有够这个能力 到目前为止说句实在话 要达到全面智慧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只有华为它的相关的5G设施 刚刚提到 甚至可以多做到省电的这种情况 然后成本对不对 以及它的效能 现在德国一些欧洲的国家 开始要更进一步的 要针对5G的设备要进华为 之前其实针对核心的这些设备 它只是说要尽可能排除 但是要把整个市占率 华为的在这5G设备里面 市占率维持在35%以下 现在德国说2026年以前 要把它压到20%以下 那它要求德国的 三大电信设备商去做到 三大电信设备商说 这要花几百亿欧元 第一个 第二个就我刚刚讲的 你替代的是什么东西 你拿什么东西来替代 你就做不到真正的 全面智慧化的这个走向 那你就只能只是做 自己的5G设备的速度 但是当你的车子 当你的家庭 当你的电视或者是手机 都要连接的时候 碰到问题 只有华为有那个solution 这不是设备而已 这要有解决方案 因此我觉得其实 在政治人物做这些决定的时候 都没有看到科技往前走的大方向 那都只是看到 目前比较明确这一块 而科技人呢 因为这是一个business 他眼前可以赚 他为什么告诉你说 我们未来可能会亏得更多呢 所以这个作为政治人物 对现在的这个政治经济 跟科技的理解 一定要更加深化 好 来请教振元哥 这个基地台的耗电功率 绝对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我给大家知道一个数字 大家知道什么状况 现在的5G的基地台 包括我们台湾的 包括大陆 不管用华为的用中心的 它大概使用的都是在 3000瓦特到3500瓦特 是这样的一个耗电的功率 但是现在只要5瓦特 不然就要说你在家里 点个5瓦特的灯泡 你都不一定看得懂 看得到输的亮度 这样就能够运作一个基地台 不能不说 这是耗能节能上一个超级突破 对于很多人要拒绝华为 说不可以让华为5G去投标的 那些人可能要撞墙 因为这省电差距太大 因为5G基地台是非常耗电的 对通信公司都是一大笔支出 我不晓得 爱立信 说Kia要怎么跟 不晓得美国要怎么限制 雷蒙多可能想太多了 出台一些什么新的控制设备 我觉得他打压华为的手机 前后几年 三年 华为突破了 当然美国人还没有面子 他们觉得我美国 Uncle Sa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打压任何一个国际上的企业 哪一家企业不打 打压HTC 台湾HTC手机不见了 打压友达 友达快挂了 打压日本的 Toshiba的半死半条命 现在有哪一个公司他打不倒的 没有 只剩下华为 没想到华为王者归来 所以他现在 恼羞成怒要加码 英国48家俱乐部 Steven Payley 他讲的是说 中国一定做得出来 的确 因为即使半导体 不是大家想象中 多了不起的科技 在理论实物上都有太多的数据 但是麻烦就工艺能不能做得出来 比如说有些东西台积电做得出来 Intel做不出来 有些东西三星跑到前面去 现在中国大陆中心 国际急起直追 这本来就是一场公益的竞赛 但是美国要把它当作政治武器 如果美国真的是要在台海 弄一个新木 铁木主要有一个新木 要再搞新冷战 其实倒霉的是台湾 为什么 全世界的时候这种铁木 最后都是用军事解决 好 来请教将军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科技战 可以看这个华为算是逆袭成功 应该可以这么来看 你看它这个基地台 它基地台非常小 像一个烤面包机那么大 它只有5瓦 因为它可以99%深度睡眠 那是一道深度睡眠模式 它用力量就非常的低 所以用力量低还有一个电磁波 因为我们一天每一个人用的 用这个手机大概是7.5个小时 基地台 比如说就是24小时在运作 那这样子 你非常一省电 表示你的电磁波是非常的小 而且手机上面的感应的 要非常敏感 因为这个电磁波非常小 但是我可以 所有的讯号我都可以收到 那为什么华为它能够 这个逆袭成功 我认为它有两个 第一个它肯花钱在这个研究 你一发现研究之后就会突破 它不省钱 它如果不缺钱 把这个钱投资在研发 研发成功 第二 它人才多 不管是物理学家 数学家 化学家 精算师 那么多都来做 大家来做研究 两千多位 大家来开发 就这样子让它利息成功 而且它卫星工厂多 你看那个图像传感器 就是我们讲的摄像头 它是由昆仑跟京东来做的 那还包括了这个 指纹的传感器是由惠顶来做 然后它的另外一个的这个影像传感器 是由斯威特来做 然后显示面板 我们这个面板 它面板的话是由京东跟诺维信来做 你看它有卫星 它卫星是 卫星工厂是齐备的 你要摄像头 你要这个面板 或者是传感器或什么 它都有这个卫星的工资 这些卫星公司一整个出来 华为手机就出来了 而且现在华为从5G 它现在已经开始研发 5.5G 你看它 现在的5G还没有 统统都广泛的 还没有每一个人说人手一机的 它现在说我现在研发5.5G了 你看看它这样 它做跳带 就让人家现在变成一种 它由红海模式变成蓝海模式 比如说它要领先 它现在的出货量我们可以看 出货量占全世界的16% 手机占 那现在赢了呢 赢了高通 赢了三星 也赢了中芯 也赢了LG 也赢了刚才讲到 变了中芯